国库控股前年取得超过28亿令吉的税前盈利 成绩亮眼 没想到2018年财政年表现滑铁卢 税前亏损达到63亿令吉 也是过去10年来第一次亏损 尽管如此 国库控股还是放眼今年能够转亏为盈 甚至有意出售旗下的乐高乐远 国库控股今天召开年度业绩汇报会 坦诚在2018年表现不达标 对比前年税前盈利28亿9千6百万令吉 去年竟然亏损破表达到63亿令吉 国库控股董事经理拿都沙里尔透露 撤资减少 降低股息收入 资产简直增加 才会导致亏损连连 至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部分地区政局紧张或市场放缓等等 同样影响财务表现 沙里尔强调去年重点投资的企业 包括马电讯 国能以及联昌国际银行等 经济表现同样失准 国库控股将在今年重新平衡策略投资项目 加强财务状况 转亏为盈不是不可能的事 前首项都算是 那集得知消息后 随即在脸书发文 指自己掌权时 国库控股从不亏钱 他还调侃有关投资机构现有的资产净值 有910亿令吉 不是一笔小数目 况且国家还有很多资产可以变卖 情况根本没那么严重 不管怎么样 国库控股有意脱售 柔佛新山的乐高乐园 但至今还没收到任何现役 也没有和任何一方洽谈这笔买卖 一旦成功转售 将把一切所得用于投资活动 这座拥有亚洲第一家乐高乐园美誉的主题乐园 预计市值达到10亿令吉 到这期之后 支持与优格 同纪 更热 询 询